讓我們這首歌曲 謝謝渣男 下一首是新歌 今天來到88 準備一首新歌跟大家分享 叫做台灣文革 播音好聽 台灣播音 對那個台灣文革 欸你們知道有看到一個報導嗎 就我們在吃那個蛤蜊啊 其實是台灣原生咒 蛤蜊啦 對蛤蜊啦 就是今年這個有國家 有世界有正式的 然後我們就以這個靈感來創作這首歌 這首歌呢 等一下副歌需要大家幫忙 嘿老師優宇老師 嘿你好 等一下副歌的時候需要教大家做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要學一下蛤蜊 蛤蜊 學一下蛤蜊是不是 棒殼精啦 老師可以別的key嗎 什麼key啊 台灣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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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嘎嘎 卡卡 這樣子 然後你怎麼叫我 嘎嘎嘎嘎嘎 都不介紹我 嘎嘎嘎嘎嘎嘎 美味的理由 嘎嘎嘎嘎 就是蛤蜊 大家都是棒殼精 對棒殼精 下次可以自己再想法 哈哈哈哈 咖嘎嘎嘎嘎嘎嘎 巨風 iksi 還是要ует 一定要出想版嗎 可以咧 想版 唉 做成蛤蜊的樣子 跟百合國一起 直 verd跟想版 對 沒有人拍那倒 要外穿 好啦 好啊 第一次演出這個台灣文革 希望大家會喜歡 要看譜喔 怎麼要看譜 黃鑫哥要看譜啦 他iPad當調了 我們貝斯手要跟他介紹一下 他要怎麼辦 他有一個專長著名就是面癱 他臉會癱掉 就剛剛跳蛇蛇舞的時候 大家都會就是take他 然後就面癱蛇蛇又來 他都這樣 對他都這樣 然後其實我們看了是很不爽 那發現就觀眾很喜歡 對就是他什麼事都沒做 就得到非常多的鏡頭 憑什麼我們跳成這樣子 他可能要面開 真的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就是特立獨行就對了 阿現在譜還打不開 阿現在要怎麼辦 現在可以演嗎 阿先救命一下 還是要先下一首 要先跳過嗎 可是卡卡已經教完了 怎麼辦 還是你們先幫我們按讚一下 不可能這樣逼人家 不可能這個空檔要幹嘛 他好了沒啊 好了嗎 好了嗎 台灣文革 你就可以到貝普嘛 練團仔日常 搞什麼啊 唉唷 唉這些事不要說出去喔 唉唷 你剛剛看我們樂手嗎 我們bassbass手嗎 好也可以 可以讓他上 讓他上 讓他上 有紅就好管他 有紅就好管他 問他寫他好了啦 問他沒感覺 我無罪釋放 要是打哭要不要